在观赏完影片后 社区志工与长辈们共同讨论影片内容 借此教育如何辨识暴力行为 正确使用113保护专线进行通报 及早发现暴力迹象 让专业辅导资源能够适时提供协助服务 就能避免憾事的发生 长者大家社区居民大家互相来讨论这个影片内容 提出一些他们的所看到的 还有一些想法以外 我们还做了那个黄金筍果 就是那个筍包 上面就做一个家暴的logo上去 这样子就是有别于其他的那种宣导品 细心得用手中的材料做成防暴logo 在做柜的过程中 不仅能训练长辈们手眼协调 也从温习日传统习俗 希望将防暴意识升值长辈们心中 他真猪蜜啊 没有啦 现在就是买的拜拜的 是买几个拜拜而已 大家要合力一起做了啊 真老的啦 是啦 是啦 只是带这样做得很漂亮 很暴力 对啊 现在我们的手指 细心的做 一种的猪蜜啦 回味 以前老的做的东西 现在差不多没人在做了 你要看这个景景啊 现在 虽然说年纪大了 但他们都很细心的去做那个logo 来当 长着手有当 他们的头脑就很灵活 近年来 家暴而虐案件评传 为此草屯镇敦合社区 投入家庭暴力社区预防工作 希望增进民众对暴力的认识 及建立正确通报观念 不再将家暴置身事外 而是担任起社区防护员的角色 防患于未然 家庭暴力的具体含义 不仅仅包括肢体上的暴力冲突 还有精神上的冷暴力 以及对人身自由的控制等 敦合社区办理家暴宣导活动 希望将零暴力零融润的意识 扎根于社区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